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的脱欧协议,最终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,他将辞去英国首相移职,让进阅者在未来与欧盟的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。 BuzzFeed的一篇报道称,首相没在保守党议员组成的强大游戏团体1922委员会,聊922COMMITTEE的一次会议上说道,为了确保平稳有序的退欧,我准备提前辞去这份工作。 英国议员已经两次拒绝签署没的脱欧协议,其中第一次讽全标志着英国议会现在史上最大的失败。 预计,他将在未来几天,去图在议会进行第三次投票。 特美商民的离职,在视为确保其党内有异欧洲怀疑论者的选票转变的关键,后者希望下一阶段与欧洲的谈判由另一位领导人执掌。 支持退欧的保守党议员们之间,预计将展开激烈角逐,角逐下见英国首相。 这场领导权之争发生之际,英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。 英国议会仍在努力应对2016年6月,英国退欧公投的结果,当时英国公众投票决定退出欧盟。 梅的从政室阳梅在接替卡梅伦,成为英国首相的竞选中获胜后出任首相一职,至今任期已近三年。 梅是杂切尔夫人之后的第二位女性领导人。 现年62岁的梅于2017年3,月启动了英国退出欧盟的正式程序,触发了利斯本条约第50条。 接下来的一个月,他宣布提前举行大选,目的是加强自己在托欧塔盘中的影响力。 此举示得其反,因为保守党议员的数量实际上下降了,迫使他的政府根据一项信任和供应协议形式, 从而获得了被莱尔兰民主统一代DUP的选票。 去年12月,梅以200票多117票,赢得了对他领导保守党的信任投票。 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,梅的少数派政府,已经有29人辞职。 这一数字超过了三千二夫人,在近12年里所遭受到25次不想及辞职, 与布莱尔政府十多年来辞职的人数相当。 梅是一名牧师的女儿,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地理专业。 她在1997年的大学中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,并在成为首相之前成为内政大臣。 她以前曾在英国央行工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